他出身清朝皇室 是贝勒才智的第五子 凭借自己的才情 在民国时期脱颖而出 与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 直立总督张震芳的儿子张伯钧 并称为是民国四公子 他就是人称童武爷的爱心觉罗普童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这位皇亲国戚 为何万民凄凉到 只能靠朋友来接济呢 关注几人物精彩人物故事 这就开讲 相较于其他三人的背景出身 普童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 堂兄是略胜一筹 1877年普童出生在紫禁城 此时的大清已经没落 对于皇室后代的培养 还是最高标准 五岁那一年 普童就被封为一等镇国将军 奉旨进入上书坊 陪着光绪帝一起读书 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 再加上本身也非常争气 他从小就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而光绪这个叔叔对普童也非常看正 将他封为辅国公 清朝末期也曾是显赫一时 普童这个皇室后裔 因为财情曾被委以重任 创作一首大清的国乐 只不过颁布了仅六天 就赶上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这一首国乐也就成为了清王朝的藏歌 普童成为了没落贵族 不过还是凭借着丰厚的家底 在民国时期混得风生水起 普童性格直爽 本来不喜欢官场的那些弯弯绕 清朝灭亡之后 他可以前些研究自己喜爱的昆曲和京剧了 爱好上跟从为民国四公子的袁克文 几乎是如出一辙 为了学习京剧 普童可以说是吓得血本 为了不仅砸下了重金 还放下了皇亲国戏的架子 自愿府地坐小 拜访当时的各大名领 只为学到看家本领 彭心培 陈德林 罗寿山这些 戏曲太斗都曾指导过他 普童在戏曲上也很有天分的是 公认的全能型的京剧大家 只有他能将京剧中的 生诞敬丑演绎的出神入画 二胡琵琶等传统的乐器 他也能轻松驾驭 普通的才华不止如此 还擅长书画精通音律 喜欢古典文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一个文艺范儿的皇室贵公子 因为家底封后 即使不是黄金国戏的身份 依旧可以衣食无忧 还有一个很烧钱的爱好 那就是收集古董 只要是他能看上眼的 无论多少钱也要弄到手 他手中也有很多让收藏家眼红的藏品 曾经有一次他看中了朋友家的树 想要移植到自家的院子里 为了能够让树顺利的移植 他特地是花费了重金 请了护国寺的花像 只为让他在朋友家照料好那棵树 还为此拆了一顿院墙 普通看起来是一个只会享受的公子哥 在家国大业的面前 还是有自己的坚守 1917年张旋复辟之后 想要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京的汪伟政府看中了普通的皇室身份和影响力 将他招入门下 在政府里挂了一个闲纸 普通忙着作画唱戏 过自己的潇洒日子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为他带来了大麻烦 正是因为这个职务 他被认定为是汪伟政权的参与者 被当成了战犯 受到了法律的审判 当时已经中风的童物也被抬上了法庭 公诉人认为 在汪伟政府对美国的宣传书上 有普通的印章 应该将他按叛国罪来论处 普通当时身患重病 却思路清晰地做出了辩护 他承认了在汪伟政府的任职 但是这一份文件签署的时候 已经患病 印章一直被政府所支配 并没有参与其中 最后被判定并不是参与 叛国的真正的汉奸 得以从轻判罚 出狱之后的普通年纪很大了 又行动不便 只能在朋友的阶级中度过余生 看到他的遭遇 让很多名家都唏嘘不已 1950年农历6月 77岁的普通因病去世 京剧名家梅兰芳前往调宴 曾经生名显赫的童物爷 就这样做完了一生 关注简人物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故事